最近很多正准备装修的粉丝给我发来私信 说在家居风水学中 当房子的大门打开的时候 看到什么会比较好呢 这有没有讲究 还真的有讲究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开门看到什么为比较好呢 首先是红色的装饰为首选 为什么红色为首选 你看所谓结婚的那些通俗的字都是红色的 所以有寓意叫做开门见喜 其次是绿色的装饰 因为绿色代表着朝气蓬婆 第三就是自画 从自画当中可以看出一个主人的修养水平 这是见到的东西 那开门不予见到什么呢 比如厕所 厨房 镜子和窗户 这些都是不予开门见到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别忘了点击关注我